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高祖刘邦把秦列出 哄一天下的故事家喻不小 妇孺皆知 但年轻时候的他 我们却知之甚少 其实 秦末时期还没有发迹的刘邦与我们印象 终得他可是大相径庭 这时期的刘邦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爱占便宜的士兢小民 他家境非常贫穷 非但不勤奋耕耘 还到处骗吃骗喝 贪图一些小便宜 因此 同乡的人都认为刘邦没有志向 不如家里其他的兄弟 连他的父母都看不起他 因此经常训斥他 但刘邦却依然我行我素 由于刘邦的长兄英年早逝 家里便全靠长嫂打电 但毕竟家里人口很多 一个女子养活这样的家已经很不容易 因此很是厌恶整日来蹭饭的刘邦 可是刘邦并不是孤身 一人来蹭饭 他还经常带着一群胡同朋友来蹭饭 因此 当刘邦再一次带着他那些朋友来蹭饭之时 嫂子说没饭了 刘邦不以为然 说道 常识之时 可以喂饭 于是他便跑到厨房去看 原来嫂子为了不想让别人来自家蹭饭 耍了个小心眼 一般来说 用饭勺成饭的时候频繁敲锅底 会发出敲击的响声 这样听上去更像是空空没饭的 但嫂子敲得仅仅是锅边而已 不过刘邦的那些胡同狗友却深信不疑 刘邦也不笨 知道嫂子怨恨自己 讨厌自己的行为 从此 刘邦和嫂子的关系非得没有改善 反而降至冰点 这让刘邦觉得 嫂子处处在为难自己 但是 没有人会想到 在秦末这个枭雄辈出的乱世 一直默默无闻 没有作为的刘邦 竟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壮大 在这段时间里刘邦南征北战 一度成为兵多将广的大元帅 他先后打败秦军 灭了西楚霸王项羽 又征服各地诸侯 直至成为九五之尊 而这时 谁也不会想到 他在几年前也仅仅是一个剖皮无赖 而现在却拥有九州四海 成为中原的统治者 成为皇帝的他开始大肆分封诸侯 所有有公之臣 以及和他有宗亲关系的人 都成为了皇亲国妻 但他就是不给七长兄之子刘信封官家决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刘邦这个人虽然有恩必报 但是也非常记仇 一件小小的事也能铭记于心 因为早年长小的算计 刘邦一直记得此事 并下定决心一定要报仇血汉 因此便不对他的儿子分封 但刘邦的父亲刘老太公 对这样的差别对待 哪能熟视无睹 便要求刘邦对他分封 自己父亲都这么说了 自己也不能不听 尽管刘邦一万个不愿意 但最终还是赐予侄子封号和闪四封地 但刘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称帝后未报复大嫂 封侄子一奇葩称号 这便是他风流信未耕邪侯 就是要报当年长嫂敲击饭锅 声称无犯可食之求 刘邦以这种方式以牙还牙 尽管封长嫂儿子未侯 但如此称号 老百姓都觉得很可笑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是最终的编辑